哈喽大家好,我是帮你学PS的法庭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PS里面操控变形的使用方法 那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图像 图层面板这里呢,有一个图层0 那很多同学在使用操控变形变换这一个人物图像的时候呢 他会直接选中这里的图层0 然后点击彩蛋栏这里的编辑 找到下方的操控变形 在人物身体这里去打上图钉 然后呢,去选中某一个图钉,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它去做变形的处理 那你会发现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在我完成变形之后 那不止人物身体这里啊 它发生了变形的处理 它背景这里啊,也被我们做了操控变形的处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 就是因为你对操控变形的这一个命令没有理解透彻 那操控变形呢 它是一个可以直接更改图层上的像素 更改图层上图像的命令 在你使用之前呢 必须要去选中图层 你选中哪一个图层啊 就是要对哪一个图层上的图像 哪一个图层上的像素 去做更改,去做调整 那此时我们选中的这一个图层0上 它不止有人物的图像 还有背景的这一些像素啊 所以呢当我们对图层0去施加操控变形的时候 那背景这里它也会产生变形的处理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把人物这一个图像给抠取出来 然后呢使用修复类工具 创造出白色这样的背景 我只对人物的图像去做操控变形的处理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我所要的效果呢 那一定是 选中这里的图层0 我们对它去执行菜单栏这里的选择 然后找到下方的主体 使用选择主体这一个命令呢 可以快速的把它主体的人物给选择出来 然后Ctrl加J 我们复制出一个图层 那此时我就拿到了这一个人物的图像 那接下来呢我要做的操作啊 就是选中下方这里的图层0 然后使用仿制图当工具 按住键盘的alt键去吸取这一个部位 然后把人物身体这里给涂抹掉 创造出背景的白色 那这样背景这里我就操作成功了 那此时呢就可以打开上方的这一个人物图像 我们选中人物图像 对着一个人物呢去执行 编辑下方找到操控变形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人物身体这里呢 去打上图层 那有一些不需要动的地方 你可以多去打上一些图层 那包括这里我也不需要它去动 那我就可以多去打上图层 那OK在我打上图层之后 就可以去选中某一个图层 按住键盘的alt键 大家来看 我就可以去旋转它 我们给它制作出一个一字码的效果 例如到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可以了 那这一个部位呢 还可以再去打上一个图钉 去把这一个腿的部位 让它伸着直一些 到这样一个状态 点击这里的确定 大家来看 我们变换就完成了 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处理之前的 那这是处理之后的 这就是操控变形的使用方法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选中图层 那这个视频呢 就简单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发听老师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 主要是帮助大家 从零基础开始 一直到精通Foodshop使用的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下一个视频